要说今年的春节档电影 在还没上映之前 有贾琳主演的热辣滚烫 在网上引发的争议是最多的 首先就是这部电影一直在营销贾琳减肥100斤的话题 因为在网上过度的营销 导致很多网友都有点反感 加上在电影宣传期间 贾琳也一直没有露脸 而且在预告片中 也没有太多关于贾琳减肥的画面 所以有的网友就嘲讽贾琳减肥成功的话题是假的 不过网友们的这种质疑 在热辣滚烫上映后就烟消云散了 因为贾琳真的减肥成功了 昂看到练就一身肌肉 瘦成一道闪电的贾琳时 很多观众都震惊不已 毕竟谁也没能想到 一直都是女胖子形象的贾琳 竟然真的减肥成功了 事实上相比于观众们对贾琳减肥成功的惊讶 剧中的演员们在看到减肥的贾琳后 也都是露出不敢置信之色的 从花絮中可以看出 沙姨在看到减肥后的贾琳时 都不敢上前相认了 得知眼前窈窕的美女就是贾琳时 沙姨立马就想到贾琳减肥的不容易 当场感慨万千 关心的问贾琳没有减育育吧 接着还好奇的问这是不是贾琳 画面也是非常搞笑的 而作为该片男主角的雷佳音 在看到减肥后的贾琳 也是同样的不敢相信 在贾琳跟她打招呼时 她都没有反应过了 在脑补了贾琳减肥的不容易后 雷佳音更是当场红了眼眶 从雷佳音和沙姨的反应中 也能看出贾琳减肥成功 给观众带来的震撼有多大 在电影上映后 贾琳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画面 也被爆了出来 贾琳直言为了演出角色的颓废感 在拍摄电影之前 她一直都在吃 吃到角色的颓废感出来后 才开始锻炼减肥 从雷佳音用尽全力抱着贾琳 做引体向上的画面中 就能看出在电影开拍之时 贾琳的体重有多夸张了 截止到现在 借着贾琳减肥成功的热度 电影热辣滚烫的热度也是随着增高 已经从春节档的电影中 脱移而出了 成了春节档票房最高的电影 毕竟网友们都想知道 贾琳的减肥之路是怎么样的 到底有多艰难 如今面对热辣滚烫越来越火的攻势 也希望贾琳能再去 你好里幻音的辉煌 在国内的电影史上 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于贾琳的减肥成功 这里还有一个题外话 那就是贾琳在 以相声演员的身份出道时 她的身材也是很苗头的 只是后来贾琳走商言小品的道路后 为了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才综肥成一个胖子的 记得你好里幻音在上映时 贾琳就说过 要是票房能过30亿 那么她就售成一道闪电 现在来看 贾琳真的做到了 从综肥到减肥 贾琳所做的一切 真的是不得不让人佩服的 也是不得不让人为之崇拜的 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她不能再是以前那样就是活泼可爱的那个样子 那她就可能得 她没有一个具体的金术 我只是不断地在吃 不断地在吃 吃到我认为 她有一点看起来很颓废 看起来很重的样子 就很沉重的样子 我觉得那样就够了 然后她也 我也没有说 一定要具体要减一个什么样的金术 这个时间成本一定是特别特别大的 但是还好 就是就没有耽误大家的时间 其实都是我自己 自己在减肥 在训练呀什么的 就还还可以吧